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自行车被盗这个问题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头痛 近来各种各样的车索也成了设计师们青睐的对象 现在一种自带WiFi的自行车索登台亮相 号称次世代车索 Skylog看上去好像就是一把普通的地形车索 但大意轻敌的偷车者们很快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把索它没有钥匙孔 只有车主通过手机上的应用解锁才能将它打开 这让小偷无从下手 再来看看这条微博 美国俄勒冈州女护士苏珊八年前曾遭丈夫迈克尔顾凶暗杀 当埋伏在家中的凶手挥起铁锤时 当时51岁的苏珊奋力掐住了她说 你若老是交代是谁派你来的 我就帮你叫救护车 最终杀手留下了一句话说 你好状后死去了 世纪败露的迈克尔被判了10年 如今迈克尔已经获得了假释 苏珊准备再次战斗 同时呼吁人们勇于反抗家庭暴力 据说急诊室的护士们常常要对付不配合的病人 练就了一身毫无意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很多科幻片都向观众讲述僵尸入侵的恐怖事情 但这只是一种科学的幻想 我们从未在现实中遭受过僵尸军团的入侵 不过美国五角大楼并不这么想 而是认真地对待了这种 从未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过的威胁 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获得了一份非常保密的文件称 五角大楼制定了应对僵尸入侵的计划 确保所有的非僵尸人类 保持作为人类的圣洁与尊严 有趣的是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制定这种计划的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